五 四 三 二 好 歡迎大家來再次參加這次的 夏丁的火箭的鋼板打造班的讀書會 那繼上次我們講到 是講夏丁的火箭的第一季 一到五集 那我們就持續我們要講到六到十集 那劇情的部分 我們當然我們就沒有 我們片子就請大家自己看 那劇情的部分我們稍微提示一下一些重點 那我們等會再說 再從這個重點中 我們會提出一些問題來 就是說我們今天讀書會 會談論的重點或討論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其實 其實它這個第一季裡面 它是分成兩段 就是一到五集和六到十集 其實是兩段 那第一段的部分就是它如何去 這個小公司如果打進這個太空領域 就是它的閥門打進太空領域 成為大型火箭的那個閥門的供應商 這個過程 那其實它展現他們的小 雖然是小工廠 但是它的技術力 它的技術力是獨步全球 等於是說獨步全球 那所以它最後最終成利用這樣的協力的方式 那成了那個大的公司的供應商 那我們上次討論中我們有講過說 它的策略的隱含含義是什麼 因為它其實有幾個論爭 一個是有人是說我直接把它賣斷 我直接把它賣斷 另外也有人主張說授權 授權 授權利金 授權利金 那當然我們也就講到了日本的大型企業 和中小企業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也介紹了包括他們的那種 子公司和傘下公司之間的關係 然後也介紹了那個日本大型商社的一個特色 綜合商社 其實這個綜合商社其實是日本獨有的一個制度 那時候我們也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日本的大型商社 和綜合商社是所以可以推動的原因 它有一個引擎很重要的引擎 其實跟作者 我是說原作者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銀行 日本的五大商社 其實它都 你可以看到這些綜合商社 都是以一個銀行為中心 圍繞著一個銀行 這個綜合商社他們的引擎 背後的引擎其實就是那個銀行 他們都有自己的銀行 那這樣的銀行 其實在台灣的 比較少見到那種類型 全世界比較少見到那種類型 如果說要類似的類型的話 就是像台灣的工業銀行 就是它主要是做投資的 做那個 就是對產業 作為一個產業的資助的部分 那在國外的部分 它又不是外國單純的投資銀行 因為投資銀行 它主要是以進行的角度來看 或只要投資能賺錢的補頭座 可是它這個呢 比較是 是說對於這個商社的業務 能推展來做一個金融的支援 和支持系統的核心 這比較特殊 這我們這次再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上次 已經有提到這個狀況 那台灣的情形呢 台灣誰扮演這個角色呢 其實台灣 台灣私有銀行比較少扮演這種角色 我們有一個類似的角色的話 剛已經講的工業 大型的話就是工業銀行 那另外的呢 比較類似的 我們也許可以講說 中小器銀 中小器銀有類似的狀況 不過基本上 台灣的車子雖然有類似的功能 但都缺乏像日本企業的戰略 日本企業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有自己的企業戰略 包括就是說你的這個 大型商策的企業戰略 那這個企業戰略 這個在 所以它銀行的敗款和這個部分 我們有說過 它的好處是 好處是說 因為它可以讓整個 整個成系統的 成系統的 或成生態系的發展 那壞處是說 特別是子公司 派出的那個公司 結果這個原來企業 母體的派生公司 容易變成說 沒有競爭力和效率 因為它只要能透過 比如說我打好關係 我就可以取得資金 那這個公司 就可以繼續維持一個營運的平衡 它就可以繼續存留 但是在日本在這個狀況底下 它怎麼樣做一個相對的平衡呢 就是說他們在這底下裡面 有另外的 他們 我們 我把它區分為 就是說另外 它派出了 或是子公司以外 另外一種叫閃下公司 閃下公司它本身並不是 並不是那個企業本身所延伸出來的 它可能是它的協力廠商 也就像片中這個角色 就是說 就是那個 電製作所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我是它的 我是因為有技術 成為它的那個 主要的供貨商 那這些供貨商裡面 它成為它的供貨商 它本身 雖然跟它有這樣的重處關係 可是它自己也會去爭取另外的 另外的訂單 所以它就不單單 但是它可能是這個大企業 像片中的帝國重工 可能是它的主要的客戶 可是它在其他的部分 也可以有其他的訂單 所以它本身相對來講 比較具競爭力和健全 因為它這個在市場上的淘汰 而且大公司為了保護自己的企業 有時候自己的子公司企業 就片中我們接下來 也會看到這個東西 它就 它因為他們一直想要 所謂自主開發 它擁有全部的自主的部分 那為了要扶持自己的部分裡面 它往往會先犧牲 就是在底下的這些 所以我說閃下公司 那我上一次講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你用日本的歷史 去理解的時候 你就會理解說 這個所謂的綜合商社 和這些日本的中小企業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日本那個大明底下 它有所謂的普代加成 普代就是它的那些 它的子公司 它可能是它的分支 分家出來的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世代是它的老陳的 這是普代 那外面呢 它外面還圍繞著很多什麼 外樣大明 對不對 外樣大明就是 它本來可能甚至是你的對手 然後被你打扶了 或者說發現加入你可能會比較好 那就在你裡面 可是它的中程度是 就是靠什麼維繫 你如果這個企業是繼續有競爭力的 或是繼續可以供養我的 那我就對你 對你貢獻我的忠誠 可是我自己本身有技術 我可能很會打仗 像薩摩 像那個薩摩 像那個薩摩 最有名的 木莫最有名的那個 的那個 外樣大明 它就是外樣大明 而且它是什麼 罪人的 但是它擅長什麼 對外貿易 海上 海上的部分 薩摩武士也很勇敢 長洲也是啊 也是類似這樣 以前那都是什麼 都可能得專家 得專家的對手啊 但是被收回來的 對不對 那可能還是 甚至還可能是 是那什麼 口服心不服 像長洲 據說 據說長洲 以前他們的那個 毛利加美 每一年 新年的時候 都有一個儀式嘛 就是 就是那個 當主 大年出去的時候 當主坐在位置上做好 大概朝清的時候 底下 德川家的大臣就會一起問他說 你忘了 你忘了當年的那個 那個 你忘了當年的那個 仇恨嗎 對那個 對那個 德川家的仇恨嗎 他就回答說 不 沒有 我到現在還是記者 這幾百年 這幾百年的時間 江戶這幾百年的時間 據說他們都是這樣 把這樣的那個 當作一個 當作一個 等於是說 團體的文化和動力這樣子 好 那 這個其實 我要講這個歷史就是說 因為我 這不當然 不完全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有一個 類似的關係 我在這個是我作為解釋 日本的 日本的那個 你怎麼去理解它的大商事 和它底下的各個企業 所以它那個 形成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網絡和集團 就是它裡面 有的是 真的跟它 跟它有這些關係 但有部分是沒有的 有部分就是 就是 完全是靠自己的技術 然後因為彼此的夥伴關係 供貨之間的夥伴關係 所建立起來的 那 金融 在日本的所謂的 失落的20年之後 其實這個 的大商社也進行了 一定的調整 底下的 底下的子公司 取得相對的獨立性 好 那 一樣的對銀行的支配 它銀行的支配 銀行的 就是透過銀行 來支配整個大商社之間的關係 其實開始變得相對薄弱 因為他們後來有 因為以前 因為這種 的 的原因 發生很多那種 就是所謂的 金融的弊案和醜聞 所以你看此景互論的小說裡面 其實大量圍繞著這個東西 人去查賬就發現 哇 裡面一攤爛攤子 然後他都會講說 這個東西可以追溯到 追溯到什麼 泡沫經濟時代 好 那個 大家很熟悉的 其實台灣人 應該很熟悉的模式 那個價值一千塊的土地 然後去貸款一億啊 然後 然後到時候還不出錢 沒關係 土地給你 對不對 然後自己就搬走九千萬 這種 當初為什麼這樣 違法 或是說 這樣的很奇怪的 很糊塗的核帶 其實都是因為關係 因為這是什麼派系的關係 等等 執景忽論的小說裡面 大量描述這個 但這 夏天空火箭裡面 這個 比較少 描述到這個銀行的部分 OK 好 那接下來 在六到十集的時候 他們 就夏天空火箭已經開始 他是 開始了另外一段故事 那他的主要的競爭手出現 對手出現了 對手的地位跟他一樣 就是一樣是一個 打算要成為 打算成為的大企業底下的 可能也是類似 我跟他說的長期的供貨關係 其實也是大企業 反過來講是大企業 早進來所謂的競爭 我們就用 這其實就引進 比如說 英美式的 我就是比價 我是競標的方式來取得 取得我的供貨商 但這個 因為又很有日本特色 這找進來的人 找進來的人 這又不是 完全說公開招標 我們按照技術規格來比 沒有 其實他又拉了關係 彼此又拉了關係 其實又派戲 鬥派戲 因為我這個 新的派戲 鬥舊的派戲 所以找了新的人進來 那當然他表面上說 對方 我就故意找一個說 你看背景很像 你是日本宇宙開發公司 開發集團的 這個前工程師 有這樣的背景 那我就找一個NASA進來的 來壓過你 那可是後來我們看起來 好像表面上 都是技術競爭 但事實上後面發現 都是關係競爭 這是第一個 在裡面 他的描述的重點 那第二個是說 他描述的重點 是他們從太空領域 他進入所謂的醫療器材的 開發的領域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片中 不管是編劇 或者是知情呼籲 在寫這個的部分 給我的感受到就是說 其實他也在指出一個 作為製造業大國的日本 他們的這幾年 他們在思考說 未來戰略上面 他們應該要往哪裡前進的問題 這是所有製造業起家的國家 都在面臨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部分 也包括台灣 那所以在面臨這個製造業的提升 這個部分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 德國的工業製造 工業4.0 工業4.0 這種國家戰略 國家級戰略 美國呢 美國其實後來歐巴巴時代 也有提類似的東西 美國製造的部分 不過美國製造已經沒落很久了 因為美國已經很早 就已經把經濟的 或是說經濟的重心移到所謂的服務業 特別是金融服務業 或美國是用技術去取代 就是科技產業 美國創造的新的科技型態很多 比如說 比如說早期的航空業到現在 航空科技產業到 到通訊領域到現在的 那個網路服務 各種各樣的科技網路服務業 美國的應對這個所謂升級 或經濟的持續再發展 美國靠的是一種東西叫創新 而且美國創新的部分 不只是技術的創新 也是包括經濟領域的創新 思維的創新 和經營模式的創新 所以 這個部分都是 這個是一個特殊的路徑 其他國家沒有辦法模仿 那其他國家裡面大部分 從這個老大之後的老二老三老四 基本上都思考的都是一件事情 還是要以製造業為本 因為這些國家都是主要的經濟的優勢 或說你的主要的能力 就是說 這個國力的繼續再發展 要靠這個製造業 那裡面其實最突出表現 我們剛剛就講德國的工業4.0 德國的工業4.0是一個舉國 說真的也是一個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來做的東西 但是這個舉國體制又跟 二次大戰時候日本的舉國體制 軍國主義的舉國體制 或者說蘇維埃時期的列寧 列寧主義的那個舉國體制 又不一樣 國家計畫經濟體制不一樣 那 因為 那個德國很早就推出 所謂的工業4.0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國家都開始借鑒模仿 包括台灣也有 也有模仿 那另外一個模仿的最好 或是說模仿的最出名的 最好應該是指出名的 就是中國的工業 那個 那個 中國製造2025 中國製造2025這個計畫 但這個計畫到最後還是 還惹怒了美國這樣子 變成 甚至成為 其實 但是 美中貿易大戰中 很多人都忽略這一塊 好 美國是劍指 劍指這個 工業製造2025 那但是為什麼美國要 要劍指這部分 我們後面來談 好 我們在今天的 今天的討論裡面 會談到這個部分 好 那 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整理了 兩個脈絡 第一個就是說 這六到十幾裡面 第一個就是說 他談到的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競爭 競爭之前的問題 競爭之前的問題 第二個的部分 是這個 在這個 他進入了一個新的技術領域 就是醫療的領域 那 其實在持景忽略的 或者說這部分裡面 他們是把它 視為 把太空以及 醫療 視為一個 產業升級 因為日本 日本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還沒有到 到最 TOP的地步 所以台灣還是 產業升級只是 還是在 追趕 就是對於 先進製造國家的 那個追趕 那其實中國也是這樣 中國製造 2025的目標也是這樣 那作為 已經是前緣的國家的話 他的目標就會不一樣 所以他是 更高更難的領域 所以他就是太空 現在是太空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醫療 因為他的難度 難度或是要求會更嚴苛 因為醫療 你要裝上死人的身體裡面的 他這裡面就告訴你 你要救命的東西 如果做不好會死人的 這裡面 他裡面講的高底計畫 其實就是 人工半磨 人工心臟半磨的部分 所以這個又進入了所謂 生技 那個 生技醫療領域 這 這其實隱含著 就是說包括實景呼籲也好 或者說這個編劇也好 或是日本的相當多的主流的 你製造更快更多更便宜 這條路已經不是日本的了 日本要走的是這個 更精密 價值更高 然後那個技術關卡更難 這個東西 像技術關卡不斷的挑戰 你可以看到他到最後 其實他的結論 其實隱含的就是這樣 而且日本要勇於面對挑戰和競爭 而不是 他到最後 而不是逃避競爭 他認為 甚至某種程度來講的是 你要擁抱競爭 所以你看他 他最後他的那個對手 他最後是接受他對手的挑戰 他對手 打算要重新再發起挑戰 而他的宣言是 我接受你的挑戰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來講是 他們 日本指出的他的路徑在這裡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回來順便看一下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回來看一下 德國的工業4.0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個部分 德國是不是也跟日本一樣走這樣的領域 這個我們也會講 那最後裡面 他還有講一個 他引申了幾條支線 就是說 我一個新技術提升的過程中 我應該要怎麼樣培育它 或是怎麼樣避免它的 就是說它最主要的阻礙在哪裡 基本上 這個問題好像全世界都一樣 都是遇到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遇到什麼 官僚的阻礙 官僚的阻礙 所以你看起來本來應該是 就是要協力扶持這種醫療技術 成長的體系 它那個審查委員會 你就發現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弊端 甚至事實上 它反而這樣可以有競爭力的 會有能力的 反而被停滯不前 然後事實上 反而造成 反而是非常有問題的體制 反而因此可以取得大量的資金 那他這裡面 他也有 他有點到 但他有沒有解 其實他沒有解 但是他有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說 民主社會的可貴之處就在這邊 因為透過新聞語言論的自由 我們可以去用新聞去監督它 最後他們的破解的方式是這個 那所以這個還是回到傳統的路線 也就是說 其實傳統的人權保障的部分 人權保障的部分 它不僅僅是單純的政治主張而已 事實上在這裡面 它隱含說這種政治主張 其實也是可以保人命 然後可以吃飯的 這點就可以跟我們的果凍先生說 民主不但可以當飯吃 民主可以當飯吃 而且還可以吃得很好 吃得很飽 這樣子 這個片子裡面其實就已經回答他這個問題 南方公園授權已經五億 授權 對對對 南方公園因為批評中國 他的授權金 據說現在已經上看五億美金 這樣子 這個也是啊 民主可以當飯吃 而且可以吃得很好 可以賺大錢 可以發大財這樣子 那 對 這種類似的情形有啊 就是說其實都可以回答這些 違經濟論的 一些迷思啊 這裡面他有提到的部分 那 那最終呢 最後裡面他還談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關於竊取 技術竊取 人才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 你當人才被挖角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借機竊取你的機密 那其實他講到這個東西 雖然是企業和企業之間 其實這是 涉及另外一個領域 就是所謂的經安 經濟安全領域 而這個經濟安全領域 確實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如果我打不過我的對手的時候 有一招方法是什麼 我把對手的 我可以把對手買過來 買過來有兩種買法 小規模的呢 就是挖他的技術人才 或他的專業人才 或挖他裡面的人偷技術 大的呢 就是收購 技術收買 其實這個在美中貿易大戰之下 這也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 美國在美國白宮的那個 那個經濟及貿易辦公室裡面 其實他整理過中國的 五十一種手法 對美國的六種經濟領域的 進行所謂的經濟侵略 其中最初目驚心 或美國人最在意的 就是有關於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那技術竊取的部分裡面 這個底下又分成很多種方法 包括強制技術轉移 或者說 不要求你合資 或者說 或者說你必須要求你 例如說利用專利權的檢驗的部分 要求你公開你的專利內容等等 這些方式 那當然還有挖 比如說竊取人才 中國必須透過千人計畫 然後把你的那個 把你的那個技術帶過去等等 這是國家層級的 在片中裡面其實 你就看到 看到什麼 公司和工資層級之間 也存在這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一套 有效的法治 或者說 或者說保障 這個保障機制 如果不好使用 或很難使用 很有可能會讓很多 很多人對於創新 失去興趣 或失去 就是說 失去動力 因為你努力了半天 我幹嘛努力 我就抄就好了 我就投就好了 對不對 我就竊取就好了 這個也是 這個是 國家和國家之間的 不是 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部分 在一國之內的部分 所以它最後裡面 最重要的部分 它的解答 在片中的解答 它一直在告訴你 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你要對智慧財產權 保護要有意識 要懂得有效的去登記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智慧財產權 那當然還有呢 你的IP佈局 你的那個 你的任何一個展現 大型的 因為現在大型的企業 或大型的生產計畫 或大型的企業計畫裡面 事實上都是一個 整合性的東西 而且是跨界技術整合的東西 那麼這裡面都蕴含著 無數多種的 各種各樣的專利技術的 整合和運用 那麼你今天 你的IP佈局 對於你的企業的競爭力來講 也是一個重大的關鍵和關卡 那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 片中的主體 片中的那個主角企業 叫做電製作所 其實電製作所 因為它一開始 它只用背景介紹說 它當時接手的 這家公司和這家公司虧損 可是它花了好像 三年還幾年的時間 這公司就轉虧為盈 然後後來它就是一個 有盈利的公司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它大概是兩個 我們可以看到片中銀行 告訴我們 它大概至少有兩樣事情 是它擅長的 第一個是技術開發 它一直走在大家的 就是說所有的產業技術的開發 它眼光很好 但別人認為沒有獲利可圖 或是說別人認為這個沒有價值 或是成本過高的時候 它願意大膽的去投資 或願意去開發技術 這一點是 這是它第一個厲害的地方 第二個 它的部分 透過片中的訴訟 它其實表明了一點 就是你可以發現 這個人本身對於 主角本身對於技術的保護 和利用之間 以及這種IP佈局 就是智慧財安全的那個佈局的部分 相當重視 所以它當發現這個 原來的律師無法保障它的技術 甚至可能有問題的時候 它會毅然決然把它換掉 然後去找一個更厲害的 而且它找到這個樣的律師的時候 它不單單只是說 你要保障我的財產 智慧財產 而是說 你也幫我佈局我未來 我的這個 我的未來的發展中 在這個智慧財產 在我的未來 這個產業發展 我的這個企業發展中 應該要在 要有什麼樣的計畫安排 所以如果我們接下來 看到第二季的時候 其實就更明顯 它到後面它為什麼 這個小公司還可以提供資金去 本來要收購另外一家 有技術的公司 為什麼它會有這個能力 其實跟那個有很大的關係 包括到最後 他其實用一段話就帶過了 因為對手又找了那個 他的老對手 一個蠻惡劣的律師 要來對付他的時候 那個律師一聽到說 對手是這家公司的時候 他就馬上放棄說 我不想跟這家公司 再扯上任何關係 這某種程度來講 就可以清楚表明說 這個人本身 對於智慧財產的保障 或對他的重視 以及如何在戰略性的使用 他的資產上面來講 他有他的強項 就是說我們看這部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也許他的成功點 至少有這兩個部分 當然可能還有更多的 你會講說 很多人看片中 可能都被他感動的是 他的對於技術開發的熱情 或者說對於員工的溫暖 幾乎你沒有看到 你可以看到他幾乎 幾乎不會 不會有那種灌老闆的狀況 然後而且他是自己本身就是 他不以老闆的身份 而是以技術人的身份 跟員工相處 等等 也不見得 不盡然 因為他其實他的那個 他裡面的研究人員 確實看起來蠻邪漢的 對啊 可是問題是他自己比 那些人更血汗 但是他的其他的部門 行政部門的人 你沒有發現嗎 他常常每次下班的時候 行政部門說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裡面都空曠蕩的 所以看起來應該這點 應該不進來那麼血汗 但是開發部門 應該是相當的血汗 這看得出來 因為跟他一起下班 對不對 OK 那我覺得他這裡面 談到很多東西都是 其實可以仔細看 但很多人會看得比較圍觀 就看他個人的部分 那他個人的部分 他個人的溫暖的部分 這個是貫穿到 第一季到第二季都有 而且這個部分也都 在片中 一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他對人才 對製造者 作為一個Maker 製造者的驕傲 對於人才的疼惜 這個都可以看到 他在裡面不斷的 不斷的講這個部分 那 那好 那大概事實上 他們 他這個就是貫穿 他整部片 甚至下 包括下一季 他甚至到 他們又 又開了另外一個新的領域 就無人機器 這個領域 我是覺得 真的是蠻厲害的 他們來說 我真的是很相當的 佩服這個編劇 而且可以把那個 池景 池景忽略的東西融會貫通 因為這本書其實很早 你知道嗎 各位可能不知道 這個其實 夏丁的火箭 其實他已經拍第二次了 第一次拍的時候 主角並不是阿浦寬 我們大家所熟悉的是 以阿浦寬作為主角的 電航瓶的這個版本 其實在此之前 已經有另外一個版本 一樣是電視劇 然後一樣是夏丁的火箭 好像是五集還六集而已 但是 他的故事只是演到 演到就是 高底有沒有 我印了之後 印象中好像只有 火箭閥門還是到高底 高底好像沒有 只有到火箭閥門這一段 五集而已 那其實有兩個版本 那當然大家最熟知的是 當然是阿浦寬這個版本 阿浦寬的版本 據說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因為據說非常得到共鳴 他的收視率非常非常好 在日本這麼多電台的狀況底下 而且這個題材相對較硬的狀況底下 他最後一集聽說他的收視率 標到百分之二 二十二還是二十三 接近二十三這樣子 你想想看台灣現在 談話性節目 最好的談話性節目多少 各位知道嗎 一啊 百分之一啊 收視率百分之一點多而已啊 戲劇 戲劇大概十幾啊 這 最好的大概十幾啊 他是二十二喔 日本是二十二 而且你要想想看日本是有一億兩千萬人口 我們只有 我們是兩千三百萬 他們是一億兩千萬人口 所以他有多少人在看這部片 這部片其實據說 很多上班族很有共鳴 因為據說 很多 這有個印證我上次說的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日本 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日本的大企業 事實上日本的經濟體跟 很多國家一樣都是由中小企業所執政起來的 那包括台灣 還有包括另外一個 大家也誤會以為是大企業執政起來的 就是德國 其實德國也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 為主體的 經濟主體的國家 那 那 中國很想學 德國 這邊述來一題 中國很想學德國的工業4.0 但中國偏偏在經濟體中不是 好 因為 因為中國的國營企業 占中國經濟體量大概40%以上 所以 所以他相對來講 私營企業很弱 很弱勢 但是他們 他們有一個說法吧 一二三四五吧 就是反正 好像說 他的體量 那個 他的影響力 他一是他們10% 可是他的那個 然後 他最好 五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提供了50%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 的那個 就業機會 其實中國 中國最大的就業機會 還是由私營企業所提供 可是 可是呢 其實相對來講 利潤 就創造那個產值 好像 依舊好像10%就是那個部分 大部分的那個 大部分的那個 其實賺錢的行業 都被國營企業給占走了 所以他們 所以他們前一陣子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過程中 他們 他們甚至想要 因為經濟 他們也是開始下行 就是說他 他成長虛緩 然後 失業力開始增加 所以他們 甚至有些中國的那種 又回到那種傳統的那種 列寧主義 或是那種 那種馬克思經濟學 那一套的修法 他們又開始要 要什麼 國進民退 什麼叫國進民退 他說私有失業在這個 中國的經濟改革中的 那個 的過程歷程 歷史地位 歷史 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 剩下又要再回到 我們要回到下一階段 經濟 社會主義的下一個階段 所以 所以該是讓私營企業 退場的時候 就叫國進民退 這個聲音一直有傳出來 就私營企業就非常的 非常的緊張 非常 非常頭疼 那當然雖然他們也速度出來 批評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打算要消滅私有企業 沒有打算要消滅私有企業 可是我們看到 包括馬雲 馬化騰 王健林等等 包括蕭建華 當然他們就 所謂明天系銀行 包括 接下來台灣搞不好 會波及到 掃到的金融 中國本土性金融危機 就是他們的銀行破產 像最近哈爾濱銀行的事情 收回國有的事情 哈爾濱銀行就是屬於明天系 明天系的銀行 那在這一波這個狀況底下 讓民間企業其實對政府 中國的時候 對中國政府其實相當沒有信心 認為你就 確實是有 雖然沒講 雖然沒有承認 但顯然真的是要執行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的 國進民退這個狀況 那其實這個部分 他就沒有搞清楚一個奧義 就是說 你想要學德國的工業4.0 或者說其他的這些 你的背後 就是跟你 他現在成立一度是第二 現在其實他又 現在那個GDP 他又是全世界第三 不是第二了 因為日本又回來了 那 這些你的主要對手裡面 其實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以私有 就是說中小企業為主的企業 即或是美國 美國雖然也很多大企業 但是他的大企業的比重 也沒有像中國那麼誇張 相對來講 中國不但是這個大企業 而且這些大企業全部都是國有企業 所以裡面隱藏的風險 和危機或弊端一定會更高 只是當他們有危機來的時候 他們都慣常的用政治手段解決 比如說像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馬雲退場了 對不對 然後馬化成也退場了 王健林也退場了 聽說最近認證非也不太妙這樣子 連華為的認證非也不太妙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在中國私營企業其實 他們一直對私營企業所謂 中國的說法就是割韭菜 把民眾和私營企業當作韭菜來割 套句那個誰講的 李嘉誠講的 黃台之瓜何堪再災 一災再災 當然就沒了啊 對不對 其實這個部分 中國經濟真的最大的問題 其實本身其實在這個私有企業的 一直屬於非常殘弱 甚至不健全的狀況 但是這個私有企業不是殘弱 還不健全 又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 那我們其實這個只要知道 這個就OK了 那這個相對來講台灣的部分 我們是要看台灣的部分 好 那我們 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 我等會在中間會有一個段落 那請大家問 就是說 那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首先 這一次我們要先來看一個 就是說有個關鍵技術的發展 和保護戰略 到底可以怎麼做 一般來講 從理論上來講 我們會從 我們在經濟理路上 我們會把它分成兩種理路 一種就是說 最傳統的就是 亞良斯密的那一套 就國富論 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常講的 自由市場經濟這一塊 那在市場經濟裡面 有關於技術發展和保護 這部分 其實它是相當消極的 很簡單 因為它強調的是分工 後來 包括現在後來 後來把它 套用到全球 全球經濟市場上 你就會講什麼 國際分工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哪裡發展好 就是去哪裡去 對不對 你的產業技術 為什麼需要保護呢 不需要啊對不對 你應該專注於保護 你保護 以及專注於發展你的經濟 而且發展你的優勢經濟 那各國之間會有互補嘛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能優勝列辦 你能超過對方的話呢 對不對 那 那就 就可以了 何需保護呢 保護其實是一個 一個 研製發展 的一個路徑嘛 就傳統的上面 他們會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如果這個他 如果他說 A國家如果盛產蘋果 你就不要去種橘子 應該是 你就去把蘋果賣掉 然後賺到錢 然後去逼我 擅長生產橘子的國家 去買橘子 那這樣的講法聽起來很有道理 就是我們所謂的分工 國際分工理論 這個分工理論 看起來很有道理 可是 有一件事情 他 也不是他錯了 應該說 應該說 他當年 亞當斯密所處的世界裡面的 貨品本身 是相當的單一 我就生產出來 橘子就是橘子 蘋果就是蘋果 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我們人類所吃的商品 或是你在購買的商品裡面 橘子不是最 橘子或蘋果可能不是最重要 你可能最重要的是 那個 那個 你那個 那個蘋果 我們講草莓好了 那草莓 草莓這個東西 你應該 我不只是要吃草莓 然後可能我要吃白色戀人 這個 對不對 再沾上巧克力的 那個特別的 特別的季節嚴選限定的 對不對 那個價格就會拉很高 對不對 為什麼 我雖然不擅長生產 可是我因為我 加上他的很多的 技術 和技術 或者加上我 甚至我的文化 文化 文化資本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產品 而產品呢 就是你買一顆 你買一顆 你買草莓 是用 潤金的 可是我賣這種 這種高價值的 或者說 基因改造的 或者什麼 可以吃可以延年益壽的 特別的 要用水果的時候呢 它的價格完全不一樣 也就是說 你現在在生產這個過程中 現在在生產過程中 或者說我們講更簡單的例子 更容易直接理解的例子 表面上是直接 你應該要國際分工啊 那問題是你現在生產 你生產一個iPhone的時候 你的螢幕可能是日本生產的 對不對 鏡頭是台灣生產的 好 那你的裡面的運算 CPU的晶片呢 可能是韓國或者是台灣生產的 對不對 裡面各種各樣其他的生產東西 你說好你就優勢了 你去發展這邊 好沒錯 可是這個分工的部分裡面還有 包括分工又分很多層啊 你會分 你的晶片製造 你的晶圓製造會在台灣 可是你的封測 或是封測會在別的地方 對不對 它在不斷的這個分工過程中 如果大家只是做我這一個 我只擅長的部分 其他的東西我通通不要 好我沒有技術保護 反正我們就是不亂發展 然後技術可以購買 可以那個部分 可以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我擁有最多的資本 或是我有最多的 我有辦法讓你能把你的 甚至我不要用 我可以用搶的話 那麼 你只有這個單一的技術發展的 或者說你這個技術發展 到了一定壽命結束的話 這個國家不就完蛋了 你說我去技術發展我這個東西 我的真空管發展得最好 發展得最厲害 對不對 可是人家已經進入了晶圓時代 或是說 也許到時候有另外一個 新的工業產品的時候 那你做得再好的這個部分 比如說你觸控螢幕以前 以前是別種的職材 現在換成另外一種職材的時候 你完全被取代的時候 你做得再好也沒有用 那這樣的話其實 其實好像似乎就不太對 再來就是你這樣的結果是 最後就是我只能生產零件 但是我始終 我不能靠零件吃飯 零件的價格取決於什麼 你成品能賣多少 對不對 你iPhone賣一台3萬多塊 所以我相對來講 我就可以分到比較多的錢 我生產零件至少可以賣30塊 但是如果我的主要的供應商 我是供應給那個誰 供應給華為 華為一台手機賣9千塊 那我能賣 我那同樣的零件能賺多少 所以你的東西 會取決於你的那個 銷售成品的那個國家 對不對 或者說那個廠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完全依附在 你因為分工的結果 最後你可能會變成依附 所以你的發展 如果華為突然 那天這天突然倒下去 那我原本是他的供貨商 那我不就協本 我就慘了 所以你會被他綁著 對不對 所以這套理論的做法 在現在裡面 會產生很多的很多 就是大家會遇到很多的挑戰 還有問題 那所以有另外一派的 當年其實早期 就有另外一派說 這個裡面 就不能讓這些企業家亂搞 就要由國家來統合 這一切的東西 也就是他不相信這個市場 零零零零零零 其實我們在 這個時候他就說 這個市場本身是邪惡的 其實企業家本身是邪惡的 資本家都是想要掠讀 包括主權國家 只不過是他的資產管理委員會 對不對 你今天 今天我可以創造很多錢的時候 我就可以收買這家國家 這家國家可以有降稅 對不對 給我免費的土地 激進於免費的勞工 對不對 而且他如果不滿意 資本家不用自己出動去打 自然有公安武警到城管可以去對付他 對不對 所以你看資本家這麼邪惡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消滅這些所有的邪惡怎麼辦 自己來當起邪惡 不是 自己就是由國家的力量來 來控制這個東西 就是 或者說由一個集體我們來控制的部分 就是所謂列寧的那個國家計畫經濟 開始就出現了 那他就是說 好 機制表現上我既然不相信市場機制 那我就有另外一個機制 那相信的是什麼 他透過的是政府 所以 傳統我們一直在爭論說 左派右派 我是左派我是右派 你是左派他是右派 其實怎麼分呢 從經濟的角度 或是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 你就是看 你是相信市場多一點 還是相信國家多一點 或是相信集體多一點 相信集體多一點就是左派 相信市場多一點的就是右派 完全相信市場的呢 就是集右派 不是 當然不是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發現 完全相信這個市場機制 會導致什麼結果 他說國家很不必要 你可以發現相信市場的人都認為國家 國家盡量不要來管我 除了有些必要的東西 是非由國家來做不可的話 我才會要國家 比如說什麼 警察跟軍隊 所以呢 你知道在過去古典的 我們在講古典的那個 自由主義裡面 他會講 形容說最良好的 最不好的這個 這個自由主義國家 是什麼樣的國家 叫做夜警國 不是警察國家 這兩個是不同概念 警察國家是指特務統治 那叫警察國家 那或者說行政國家 叫警察國家 在德語那個警察國家 是指說行政指導方方面面的 那個叫警察國家 那你說 你說還有另外一個對照 就是秘密警察國家 那叫特務 特務統治 所以我們在看很多文章說 今天什麼國家已經 台灣已經盧問警察國家 對不起 那個其實本來 正確的用法中 警察國家並沒有負面的意思 他反而指的是說 一個是由行政主導 或行政所主控的國家 這個就是普魯士模式 就是說其實 你知道原本那個警察的意思是 泛指所有的 城市中的公共行政 所以 你在德國 在德國你要考律師 或是考那個國家考試的時候 你要選 選科目的時候 或是選你的專精領域的時候 它有其中有一個分門 就是要做警察法 你說 哇 那為什麼那麼 警察法這麼大 當個警察這麼大 所有部門都不用懂 就只要懂警察的法律就好 不是 它裡面要考什麼你知道嗎 消防 公共衛生管理 公共衛生管理 或還有管理的 這都法規啦 相關的法規啦 還有什麼都市 都市建設 這些東西都是傳統 對德國來講 這都叫警察行政 這方面都是警察行政 也就是你如何治理一個城市 所需要的公共行政的部分 都是警察行政 在傳統的意義裡面 所以你聽到警察國家 原本的警察國家 指的是這個意思 可是 後來在英文的脈絡裡面 講的警察國家 是指的是 指特務統治的國家 那但是他們有一個好 另外一個叫夜景國 夜間的夜 夜景國 夜景國不是喔 夜景國指的是 這個本來是一個好的 對自由主義來講 這是好的 好的 好的名稱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國家應該 他認為說國家應該是 讓你 讓人民無法感受到的存在 它 就有如什麼 夜景一樣 你可以在晚上中安穩地睡去 可是你卻查詢不知道 國家的存在 因為他在晚上巡邏 可是夜景在巡邏的時候 不會大呼叫 晚上巡邏你不會開著那個 警示燈 不會嘛 一定鬼 所以他在巡邏 他在保障你 可是你無法感覺到國家的存在 他認為應該 最好的國家典型應該是這個 這叫夜景國 這夜景國 那這跟他對立的就是什麼 馬克思 就是煉靈主義裡面所講的那種 就是國家計畫經濟 國家管無所不在 什麼都管 什麼都管 包括價格機制 從你的 從你的身體管到心靈 什麼都管 從你的身體管到心靈 連你的心靈都要管 然後你從你的價格機制 所以早期你知道他們的那種經濟體制裡面 像中國 中國曾經走過這段 這段時間 所以他們一些大的 譬如說鋼鐵廠 企業 他們自己還會什麼 生產什麼 從 鍋爐 坦克車 飛彈到什麼 衛生紙 牙膏 都要生產 為什麼 我這個企業中的其他人要用 我們就自己生產 統銷統配 或者說我就跟我統銷統購 然後分配出去 所以 那 這個既然沒有價格 既然沒有貨 他認為說貨幣是什麼 就是這些資本家來騙你們的東西 掠奪你們的工具 所以他裡面就不用貨幣 可是你還是要有計價機制 對不對 所以他的貨幣是由國家統發這個東西 他還會搭配什麼 你可以購買的什麼 糧票 或者說 或者說郵票 這些東西 又去管制你的購買量 你有錢也不見得能購買那些東西 好 在這個情形底下 問題是你中間我要怎麼 我剛剛有說過 因為畢竟 人類所需要的 文明社會中所需要的產品 有各種各樣 你生產 你生產步槍的工廠的人 還是需要用衛生紙吧 還是需要用牙膏吧 我生產牙膏的工廠 我工廠不見得需要步槍 對不對 我不見得要買步槍 這是你每天要用牙膏 對不對 那生產衛生紙也一樣 但我今天要怎麼 我怎麼樣算說 那我可以換 我今天的工人勞共所得 我勞動的剩餘價值 可以去換多少的 多少的牙膏和這個衛生紙 或是豬肉 然後麵包等等 所以他就要有一個計算機制 在那個你知道 所以他們有一個 叫做統計局的單位 在這種國家裡面 都有一種 一種單位叫統計局的單位 統計局幹嘛呢 我就是 就是在算說 今天這罐 你生產的這罐可樂呢 可以換幾個杯子 這個杯子 就等於多少部的 幾分之一的電腦 這部電腦呢 又等於多少多少 反正要計算那個所謂的 要取代原本價格機制 所進行的交換機制 所以你知道統計 我聽一位經濟學老前輩說 說你知道那時候 中國那個經濟那個 其實蘇聯和那個什麼 中國都一樣 他們那時候統計局裡面 可能同時間他在 他在這個單位 他就有一個單位 這個統計局裡面 僱用了成百上千 數百數千乃是近萬的什麼 數學家和經濟學家 就在算那個 統計學 他不是國家的 國民黨 直接經營的 但是它是國家可以隨時收回的 這個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市場積極體制中的矛盾和詭異之處 你今天中鋼 我們講一家國營公司來為例子 就比如說台電 你今天台電弄得再爛 你今天最後是政府治療來收拾 但貪子不會有民間的說 我要幫你買單 對不對 反之你今天台售經營得再爛 你就是貨產 國家不會出手去幫你 正常來講私營企業是這樣 但是中國可以因為它的政策原因 去介入私營企業對不對 可是我也同樣可以讓一夕之間 你從私營企業變成供應企業 就要求你上繳股權給我 我的國家控制股權成為優勢 我就朋友公營企業啦 那這個都是他們這種社會主義 體制國家中的特殊現象 矛盾現象 這也是人家說你遊戲國營企業 不公平的地方 你快要競爭輸的時候 等一下我是國營企業 這個體制很簡單優勝劣敗 你不行 你不行的話你就倒閉 或者說你還有一些殘職或一些技術 我還會把你買回來 擺過來 那這種他透過這種優勝劣敗的東西 讓經濟的就像生態系一樣 去競爭會健康 可是他跟你講說 每次你要抽過他的時候 或你要超越他的時候 他不是民營企業喔 所以我就可以 他是我的小老弟 是我的分支部門 我就可以把錢倒過去 或是讓他不倒 這樣對嗎 那反過來 我跟你競爭對手要倒的時候 那你家的事情啊 要記得啊 這個叫做市場機制優勝劣敗啊 那你覺得呢 這也是美中貿易衝突的本質在這裡 自助餐 對 中國一直玩的就自助 那那都是這樣子的東西 這些東西在轉動都是在賞助的手裡 對 我今天這個 我跟你關係很好 那我就救你一把嘛 我就可以隨時救你一把嘛 或是說我也可以 我也不見的是收購你啊 我是跟你放貸 我說因為我要輔助他是關鍵戰略產業啊 我輔助他 可以嗎 隨便把錢就借給人家 你覺得可以推論 就是說 我的手在裡面的時候 我有用你股權的35% 但有人超過我的時候 用國家幫你幹 等等 他就會常常用這樣的方式來啊 所以你說確實啊 你這個是好問題啊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和那個什麼 淘寶到底能算適應企業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啊 中國的企業是不是 都是潛在的國營事業 應該這樣講啦 中國的企業跟約 不是 中國的企業向月亮 除以15不一樣 所以算這個都不 這個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啦 遇到他們這種狀況 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有繼續嗎 有喔 OK好 所以 所以 我可以繼續回答啦 這個我們也可以這樣講下來 就是說 這個理路上也是有關係的啦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 兩個對立的兩個理路 一個是說 國家在同樣道理 一個是說 一個是我們要相信市場 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不相信市場 我們要相信國家 或是說 或是說相信集體啦 因為像他們 像共產主義其實不講國家 那因為說國家是資產 資產階級的資產觀念委員會 他相信的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真正 那OK 就是集體 你也可以把它叫國家 OK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他其實基本上是一個 全有和全無的觀念 就是你要嘛相信市場 要嘛相信這邊 好 可是呢 可是呢 所有在台灣的經濟呢 也都基本上很好玩 大家就跟你講說 講說什麼 他就認為說 好 那台灣呢 我們因為經濟掛帥 所以 所以呢 台灣有一個很特殊的變形 有一個很特殊的變形 什麼變形呢 政治歸經濟 經濟歸經濟 好 經濟的領域 你不要給我談政治 政治的領域 你不要給我談經濟 但是我如果要談的時候 那就是政治 或是說 或是我要談的時候 那就是變經濟 所以這個東西 是一個台灣的變形 所以 其實這個政治經濟問題中 怎麼樣去抉擇它的路線 一直是大的理路的問題 那台灣呢 其實是一個混淆的狀況 因為過去威權 威權主義的政府 它是全部想要掌控的 國民黨在中國的時候 它的所推行的制度 不管是聯合共共時期 或後來的轉向 好 找希特勒 找法西斯做同盟的時期 基本上它在政治 在這個政治經濟問題上面 解決上面 它是傾向於什麼 傾向於國家主義的 國家統合主義的 傾向於什麼 國家計畫經濟體系的 好 所以他們當時以國防的名義 好 早期當然是共產黨那一套 好 後期呢 他用 大概跟共產黨翻臉了之後呢 他用什麼 他用這種國家的 所謂國防的名義 國防政府的名義 因為要抗戰政府的名義呢 他將先從軍工產業 到軍工相關產業 到所有的 所有的重要的民生工業 民生公用事業 全部收歸國有 所以他們在那個時代 不是收歸國有 他的做法比較特殊 不是向共產黨直接收歸國有 而是呢 透過國家的優勢力量呢 逐步的掌控這些相關的產業 那所以他的掌握的方式 從哪裡 從生產到消費 從生產到消費 都全部掌握 所以你知道 知道在台灣早期 在省政府時代 都還有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叫什麼你知道嗎 叫貿易局 你做貿易還是政府來決定的 貿易局 貿易局在哪裡 各位你知道 貿易局後來的辦公室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開封街 在開封街 保城部西班 那個外方廊的對面而已 的二樓而已 對啊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就在那裡而已 現在沒有了 已經被裁設掉了 省府的貿易局 那貿易局是什麼 你今天要從事外貿買賣 對不起你還得透過外貿局 貿易局 每個省的貿易局去跟 比如說我要跟這個省 在中國 湖南省要跟湖北省 你要透過這個省來去做貿易 他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這個部分就管到消費 消費的部分 那生產的部分呢 就是他有一個很龐大的組織 叫什麼 資委會 資產委員會 國有資產委員會 那控制了什麼 包括電力 發電 所有的我們的重工業 所有的東西都受歸國有 而且他當時還 都控制在他這個資委會底下 那資委會裡面 甚至後來還一度擴張 為什麼擴張 因為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 因為美國幫他打贏了嘛 所以他就去接收人家 像東北啊 東北那些 人家不管是公的私的 他就把他接收嘛 接收下來都放在資委會 資源委員會底下 他的名稱 正式名稱叫資源委員會啦 那資源委員會底下 那資源委員會底下 很多的這種 都是工業 重要的工業 工業的公司啊 設備啊 生產 全部在這邊 那你後來會說 為什麼後來沒有咧 沒有聽過嘛 在台灣後來就沒有聽過 台灣後來為什麼走這條路 一來是什麼 後來跟國共內戰的時候 他逃亡到台灣的過程中 他本來是希望 資委會把所有的重要資材 運到台灣 然後所有的運到台灣 簽到台灣 因為他這裡面所謂 他們的財經人才 重要的 經濟建設人才都在這個單位 但是呢 但是呢 資委會底下的人呢 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因為他民包水利單位 都在他底下 做一個重大的決定 我們不跟蔣介石過去啦 我們要投 我們要 我們要建設那個 社會主義新中國 所以他 社會主義的一堆人 全部都投空了 那其實全部 資委會全部投空了 所以中國的 其實中國的那個早期的 他們的 他們的 那個經濟建設人才裡面 有很多的基礎 人才就是這些單位的人 那老蔣當然大怒啊 對不對 因為後來資委會那個 那個忘記實際上數字啦 比例很低啦 來到台灣的其實很低 不是來不了 是根本就不來 根本就不來 所以老蔣很大怒啊 很生氣啊 但是也沒辦法啊 但是也因為這樣一個契機 因為這個是第一個契機 第二個契機是他到了 到了台灣之後 因為寒戰爆發之後 美元進來 美國的經濟 美元來的是兩種嘛 一個是軍員 一個是金元 那金元進來的時候 就是包括就重建 整個在台灣的財政 和行政系統 那他也就把美式的經營 美式的那一套 到行政管理的東西帶來 帶來的話 他就不是那一套了 就完全不是以前中國在推行的那一套 所以 這再度解釋了說 過去他們講的說 哎呀 十大建制啊 那個什麼說 台灣的經濟奇跡這樣怎麼來的 沒有 美國人搞出來的 因為他們事實上也沒有人才嘛 我一定說 他們真正會搞這種 這種工業發展的人才 其實都在中國啊 來到台灣沒有幾個啊 就是要嘛就高官嘛 你也知道高官 國民黨的高官是不做事的 你什麼時候看過國民黨的高官做事的 對不對 韓國瑜對不對 連韓國瑜這種成績 都睡到中午了對不對 你就知道嘛 所以他底下的人 人也都 真的實幹家也沒來多少人 不能說完全沒來啦 就沒來沒多少人 然後再來呢 你其實從來想的都是建設中國的方式 你對台灣也不了解 那基礎資料也不了解 你說建設就建設 你以為真的像孫文做那個什麼 建國大綱實業計畫 拿著地圖這樣畫一畫就 就鐵路出來了 都不用看地形的就對了 都不用看地形地貌 直接用直線畫 用紅筆畫一畫就有舊鐵路 沒有 不是這樣子啦 那 那所以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 好 我們現在講了兩個 這有兩個理路嘛 一個是 一個是我要相信的市場 一個是相信的集體 國家統治的這一塊 有沒有第三條路 國家在這個經濟的領域發展中 真的沒有角色嗎 其實我們所受的教育裡面 包括大學教育裡面 經濟我們大部分都受的 比如說是英美系統 所以我們會比較相信 這個自由經濟的那一套 但實際上 經濟這個經濟理論 其實也跟所有的學科一樣 百花齊放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理論 有什麼奧地利學派 有什麼各種各樣學派 芝加科學派 什麼學派 然後有北歐的 北歐經濟理論 福利國理論 什麼一大堆理論 這些理論都 其實都有各個不同的 側重和解方 像你如果是 你就去看那個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靠 根本就是 它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跟共產主義 基本上是一致的這樣子 但是它是右派 它很右 非常非常右派 但是它認為政府 完全不應該介入 應該存在這樣子 那有一本書 大家應該聽過 就是那個 到奴役之路 凱耶克到奴役之路 他被當作自由主義的 古典自由主義的 復興者和騎手 其實不是啊你知道嗎 他的老師就是 就是奧地利學派的大家 奧地利學派 他們那一派就認為說 說這國家 你只好有國家 反而都是通向奴役的 這個不行 這個他要小心國家 千萬不要 所以他對福利 國家所辦的福利 都是反對的 雖然相對來講 相信他們這一套的人 就認為說 就不需要用福利 要用慈善 民間的慈善 可以做得比這個更好 這是一套說法 包括我們知道 像英美的部分 他像這種 救死扶傷 照顧苦苦的部分 他是做 確實也做得不錯 比如說像教會系統 教會系統 教會的醫療系統 就做得比他還好 那 那其實除此之外 難道沒有其他的 另外一條路嗎 我現在要介紹 其中一條路徑 這條路徑 我之所以介紹 不單純是因為我比較 我個人比較傾向這一個 而且事實上 我們也比較能解釋 日本 我們片中看到的 或者說 未來我們會看到 其他的日劇 就有關談到 這個政治經濟的部分 日本的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這部分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就是在片中 在我們剛剛看 在POPPO上看到的 就是 就以 代表人物 或是說 他有一個創始的人物 叫做 叫做那個 佛里德里希·李斯特 我都簡稱叫李斯特系 我常常 各位跟我比較熟的朋友 常常會聽到我講 我是比較相信 李斯特系統的人 就是這一點 那李斯特的代表作就是 這個POPPO上面寫的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這是他的 他的那個 他的一個經典的書籍 大家可以去買 去來看 但是好像現在台灣的書店上 好像都只有簡體版 這是大家看的時候 這可能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的部分 那 他的重點是什麼 他就是 相對來講 他認為經濟是有邊界的 國家在經濟中是有角色的 國家對於經濟的正好 健康發展中 他應該可以扮演一個監督或輔助的角色 而不是一個完全是一個被動的或是脫退的 不存在的角色 基本上他的理念是這個 那他的影響不只是影響到德國 現在的德國 其實現在德國裡面 相當多的 那個經濟學的 就是說或是說 政治經濟政策的 政治的思考上會受到他的影響 其實有另外一個影響 是他也 催生了另外一個學派 經濟學學派 叫做美國學派 美國學派 因為他美國學派跟這個德國有關嗎 有關 這美國學派也不跟他 你們 我們所說的 剛剛我們說的 我們受到英美影響的那個 美國的 美國的那個 什麼加科學派 那些的主張也不太一樣 那美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誰 就是美國的第一任 財政部長 29歲就掛了那個財政部長 那個 亞歷斯安大和沒有頓 他當時在美國 當時還是個農業國家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在破壞 美國如何成為一個工業國家 所以他的理念 他的理念就是從這裡來的 里斯特的理念來的 就是說 我們國家應該可以扮演一些角色 可以輔助 可以輔助 可以導引 經濟走向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體制 不是說我因為 因為我 因為我這邊就盛產玉米 我就一輩子 或者說世世代代就收產玉米 不是這樣 我經濟可以發展出他自己的特色 或是說我可以破壞那個計畫 那個國家那個方向 但是他不是由國家自己去做 國家是一個協力者 國家是個引導者 但不是一個參與者 那也是一個秩序的維護者 或是維護這個方向 繼續往前走的人 但他 他 可以出手 但不能永遠 永遠是一個 一個 成為一個經濟中的 比如說生產者 或參與者 那 最近剛好發生一件事情 可以印證這件事情 就這個 2019年11月29號的時候 德國的經濟部長 阿特邁爾 皮特阿特邁爾 皮特阿特邁爾 他提出了 產業戰略2030的最終版 那這個在講什麼呢 德國政府 將設立一個新的專門常設委員會 可以決定入股投資 具有敏感技術或 國安相關技術的德國企業 以防止外資收購 那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老兄 這個老兄長這個樣子 這是他的尊榮 這個事情你看 11月29號 其實這個是 昨天的新聞 但是 昨天提出的是最終版本 那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 其實是因為一件事情 這個 2016年的時候 有一家德國的公司叫庫卡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庫卡是專精於什麼 什麼 機器人 對 機器人生產的公司 結果庫卡被中國企業給 收購 而且收購成功 德國政府試圖阻止這場收購 沒成功 沒有 對 應該是美國施壓 撕壓德國要阻止這件事 但德國最終沒有阻止成功 對對對 那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沒阻止 沒阻止德國還在一起 因為為什麼知道 這個讓中國的技術在上面 有大幅的躍受 因為它有在機器人領域上面 庫卡本身是有 是有全球獨步的技術優勢的 那這樣的情形也造成 不只是德國啊 包括歐盟 乃至於像包括驚動美國 這件事情 那所以 德國開始注意到說 他們的專業 他們的關鍵技術和專業技術 不斷地遭到一些惡性的收購 包括 特別在這幾年表現最多的就是中國 中國到處就買買買 買買買都買 什麼都買這樣子 反正沒有什麼不可以用買的 就是都用買 那德國其實不只這家 但是這家是一個標誌性的企業 所以2016年這事情之後 發生之後 他們就一直想要說 要怎麼樣去保護這個關係 關鍵新技術產業 所以他才提出了這個 產業戰略2030的 的那個 的那個倡議 但是這個中間有很多很多爭議的部分 就是說因為這裡面 國家入股這部分已經是國有化了 坦白說 依照那個 依照原來的CF的理論來講 這個是國有化的過程啊 你開什麼玩笑啊 對不對 我們又要變共產主義國家了嗎 所以這個部分 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所以他一直到 然後昨天他才公佈了最終版本 好 我們看一下他的重點 這個產業戰略2030的重點之一是 政府透過德國國有開發銀行 KFV 復興信貸銀行 信貸銀行 他是一個專門 要 你看還是重點還是銀行 金流 我剛剛一直在講的東西 他透過 德國的國有開發銀行 這種開發銀行就是 我們剛剛講說 類似像工業銀行這一類的角色 開發銀行 復興信貸銀行 入股一家企業的 做法 他說主張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最後手段 不得已的狀況下 他才 才 才可以做這個東西 是在所有的方法都已經 無法奏效的時候才可以動用 所以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經濟部長他說 這一個手段是什麼 國家備用選項 他說這是我的最後 終極武器 我最後的終極武器 那 那這個在法學法律上我們就說 這個叫做一定要做最後手段性 最強烈的手段一定要放在最後 不可以 不可以 一下子就是動用最後手段 不可以說 我有忠實 我有忠實 我們就翻桌 我就丟核彈不行 對不對 我們一定是 你不聽 我先開槍示警 對不對 再不聽 我再 比如說先打你的手 和打你的腳 對不對 總不可以說 你們一不聽我就翻桌 不行這樣子 這個 對對對 這個跟警方 這個都一樣 其實國家行政都有這個角色 這個是他第一個公司 第二個重點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德國政府希望在德國高科技企業 出售給非歐盟國家 第一個 對手他什麼時候可以啟動 出售給非歐盟國家 也就是說如果 如果像剛剛的庫卡賣給法國公司 賣給瑞典公司 賣給什麼 什麼義大利 賣給西班牙 可不可以 他不可以動用這個東西 他不可以 這是可以的 你可以賣 而且不可以動用這個 這個最後手段 而且呢 必須呢 在必要情況下呢 政府將 將有更大的權限 動用國家資金來阻止 就是用 我可以用稅金來阻止你 你要 是不是我要加碼 就是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德國政府可以在 在有限的一段時間內 收購敏感高科技企業的股份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是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收購股份是一時性的 我不可以一直持有這個東西 避免他變成實質的國有化 這 也就是他是個救急的東西 類似的狀況 在美國在2008年 等次貸危機的時候 美國為了挽救他們的金融業 是不是也 政府也收購了 包括 美國銀行 還有 還有很多的 還有很多的那個 金融企業的股份 這也是這個過程 當時也是被批評 這是國有化的過程 好 但是他們後來美國現在 還有持有 美國銀行的股份嗎 沒有了 他們就把它買掉了 也是我是要藉由這個危機 這個時候我才出手的 這就是我們說的 易住 資金易住的方式 我易住的方式不是 我拿錢頒給你 那不是中國 中國就直接這樣子 沒關係 畫帳直接畫 隨便漲 這是他們的說法 中國是這樣 可是美國 和德國是民主國家 所以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透過股份的方式 同樣的 當他股價回升 他到了獲利之後 他要再賣回去 賣掉 然後再來 第三個重點 他說為了加快決策的過程 因為這個速度 你如果是拖延很久 對雙方 對企業 不管是被買的企業 或要收購的企業 其實都是很大的傷害 有時候我不是覺得 是敵性收購 對不對 那德國政府 將設立一個由副部長 組成的專門委員會 這表示什麼 這由副部長來出席的 跨部會的委員會 然後作為最後手段 該委員會可決定 進入股哪些生產敏感技術 或安全相關技術的德國企業 這些股權呢 將由德國國有開發銀行 收購並暫時持有 所以他手上會有一些 這些敏感科技企業的股份 如果一旦動用的時候 他會有這樣的狀況 好 再來 第四個重點 德國那個產業戰略 2030的規定 只要有 只要一家非歐盟外企 收購德國企業 10%以上的股份 就有義務要申報 這又講到 我們法律裡面 其實在行政法裡面 其實國家行為裡面 其實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很有用 就是說我可以對方 可以這些企業什麼 申報義務 申報義務 就是我們公開揭露 申報義務 你要申報才有辦法公開揭露 其實這個東西都會比 比起你 比起你直接處罰更有用 所以規定10%你就要申報 那德國的經濟部 由總統國經濟部審核 並指出 政府必須建立相應架構 比現在更快 更有效的做出必要決定 就是說我又審核 而且要很快的審核 然後決定到底要不要讓你收購 基本上收購 應該這樣 中國歷來 他收購敏感科技的公司 他有一個特色 他也不會呆呆的 我百分之百把你買下來 他事實上也是只要我 成為你的當東 成為你的優勢 我只要買到你的多數股份 或達到可以實質控制力的狀況下 就夠了 因為只要他的人 可以派進你的企業 因為以股東 股東的身份 或者說 不是姓中 股東的身份 他可能選 比如說選到董事 那我可以派人 有人事權派人進來的時候 那就可以進來偷了 或者說他這不是叫偷了 這叫什麼 這是你要業務揭露 我查你的帳可以吧 我可以看你的 你這個東西 為什麼 授權金這麼少 不是應該也有價值嗎 他說沒有 沒有 沒有有價值 那不管 你先把所有的技術給我揭露 這中國常用的手法 你施環進入國防委員會 對 他就會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類似這樣的方式 所以 所以德國說 遇到這種狀況算 你就要審保 那我們才有辦法趕快處理 這是他的部分 這個法規 這個法案的通過 我認為是 應該價值 意義非常非常非常重大 因為過去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敏感 中國的敏感 其實中國對於敏感技術 技術的收購 或是竊取也好 或獲取也好 獲取就很多手段 不管是偷的買的搶的 各種方法 這種 其實都是 都是引起很大爭議 而且現在已經上升到 已經是貿易戰的根本核心問題 你知道貿易戰 大家一直還說 什麼時候會簽啊 川普到底什麼時候要簽啊 大家乾脆去把他拔杯 看他什麼時候才會簽 其實不是 告訴各位 沒有那麼快簽 因為什麼 首先要解決就是這個問題 你能相信中國不偷東西嗎 你能相信一個 常業犯 還有偷了動機的人 你看他說 我基於強烈的道德動機 有不偷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裡面 既然是他中國崛起過 中國這幾年崛起 除了市場的開放以外 很大的一部分是 中國利用國家力量 來控制市場 所以控制市場部分 譬如說補貼這些國有企業 對不對 你進場力不夠 我就補貼你 對不對 資金不夠我就補貼你 或者補貼你 還有什麼 你銷售的價格比別人高 沒有關係 我價格給你補貼 你每賣一件東西出國 我就給你價格可以補貼你多少 所以你可以補本賣 沒關係 你可以拿國家補貼 可以繼續活下去 Anyway 中國的這些方法裡面 包括技術各種各樣 無所無用其的技術獲取 已經開始打破既有的 原本他加入WTO 所許諾的成為市場化機制 國家的所有的許諾 他通通沒做到 16項 16項許諾沒有一項達成 那可是呢 他卻因為其他國家 對他單方的開放市場 獲得重大的利益 獲得擴張的利益 獲得技術獲取的利益 那這嚴影響所級 各國就開始要思考 今天我們的爭端 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大家要談判 或者說乃至於開戰 來解決的問題 這是美中貿易大戰的背景 和本質 如果你要解釋這個本質 就知道 除非中國可以答應 不過說中國答應這件事情 而他的政權不會崩潰 甚至還可以繼續發展的話 那這個約就簽得下去 反之 如果中國做這件事情 他完全沒有意願 或者說他雖有意願 但簽了可能 他可能會危及政權 你要知道 共產黨 世界上所有的政權的第一反應 都是保護政權 更何況共產黨 共產黨因為他唯有自大的權力 最高的權力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會用無所不用其極 用各種方法保存自己的 保存自己的權利 那麼他會答應嗎 不會 如果不會答應 那這個協議 就不可能簽下去 特別是這一次的美國政府 已經較真了 過去的美國政府 可能會閉著眼睛說 好啦 他都已經答應了 沒關係啦 雖然他的答應是假的 或是他會私底下跟他講 你就假裝答應一下 那我們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以前就常演這種雙簧戲 對不起 但這次遇到 遇到了穿狂 穿狂就不是這樣子 你沒有讓他滿意 你讓我不開心 我就讓你不開心 這樣子 或是說 即使我很開心 也可能會讓你不開心 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 其實 坦白說真的 這個協議 沒有那麼好簽 真的 沒有那麼好簽 好 我們要看是台灣 可能的實踐 就是說 過去我們對於營業一秘密保護 我們透過營業一秘密保護 保障個別企業的秘密 那 其實過去 這個都 保障的部分 機制 超過這方面的努力 都還是放給誰 企業自己本身來負責 那 由企業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 這個 尤其在國際貿易 在WEO 這個全球 全球化的世界裡面 你的競爭對手 對手 可能看起來是企業 其實背後 就看起來是企業 背後是國家 那 國家的勢力 國家的力量 你有辦法對抗嗎 沒有 一般來講 任何一個企業 沒有 你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 沒有一定的力量 沒有一定的條件 你很難對抗 這個 國家 國家規模的 這個實體 更何況 更何況 這個國家規模 還是全世界 是數一數而大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就已經到了什麼 安全的領域 因為這樣的情形 會弱化 會掏空 你的經濟持續發展的能量 甚至連生存能力都被掏空 所以這已經涉及的 已經不是發展與否的問題 不是發展停滯與否的問題 這已經是安全的問題 生存的問題 所以它是安全的問題 所以逐步的已經 浸透到經濟的領域 就是經濟安全的領域 那我們以 盜取 那個什麼 企業機密這件事來看 就是夏天火機裡面 所演的這個重點來看 企業和企業之間 基本上的實力對黨中 還是一致的 手段上還是 你懂的 你的投機否則法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理解 而且大概也可以操作 所以也都知道怎麼防禦 可是如果你的對手 變成國家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嗎 如果一個國家 為了要讓它的產業技術升級 它可以動用軍方級的駭客 或軍事手段 甚至軍事手段 或其他國家的力量 來協助它的企業獲取的時候 這是一個不對等的競爭 這是一個無法透過市場機制 來進行淘汰的競爭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上升到一個經濟安全的領域 而且它涉及的會是全面性的 而不會 不再只是單一的企業了 所以呢 在去年 2018年 美中貿易大戰爆發的過程中 美國的商務部長提過一句話 非常重要的名言 就是像 我們剛剛說它的盜取技術 過去只是用個人的行為來盜取 後面用組織的力量 國家組織的力量來盜取的時候 已經 它的經濟間諜的型態 已經不是單純的個人 然後幾個駭客的問題 它現在已經是什麼 國家用駭客部隊 甚至用國家的力量來部分 所以你已經從個人面對國家 那所以這個經濟間諜 已經上升到跟什麼 跟軍事政治間諜一樣的危險 甚至更危險 因為它還有技術 這個技術更好 技術的整合更好 所以呢 他當時 美國的那個商務部長 就提出了一個口號 就是說 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所以他認為這個經濟安全 所面臨的威脅 要用國家安全同等的對待來處理 所以你看美國現在在對抗中國的 這個技術 不管技術獲取也好 或人才獵取也好 他動用了非常 不但用烈度很高的刑罰來做 更重要的是什麼 在行政中 投入更高的國家力量來做 不再是商務部的事情 還是什麼 也是FBI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那個千人計畫 已經有很多學者被約談 甚至被逮捕 那都是用動用國家機構的力量 因為不足此做 你無法保證自己國家安全 或者說我們看台灣的行情 向心以商人的角色 進入台灣 進行敏感地區的投資 他比方向宜蘭那個地熱 按照高成員教授所說的 本來想要投資地熱 來獲取敏感地理資訊 透過商業往來 然後呢 進而結交 台灣的各階層人士 並刺激在關鍵時刻幹嘛 影響台灣的政治議程 對不對 所以他還能 他的身分是商人 包括他的手下王立強也是商人 可是他所涉及的是 包括台灣的動搖的是什麼 不只是台灣的經濟安全 也涉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對不對 所以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所以這時候國家可能的角色 我回到你全面來講 國家究竟在經濟中 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我認為國家應該扮演的是一個 市場秩序的維護者 或這個秩序 他的競爭呢 不單單是惡性的 不單單是競爭而已 他還要一件事情是 國家必須要避免惡性競爭 國家應該讓競爭處於一個什麼 處於一個正常健康的狀態下 就是說比賽規則要公平合理啊 對不對 你今天這是一場不平公平的比賽 對方 對手打棒球的時候 對手可以拿 可以拿 對手拿鋁棒 你拿木棒 而且你的木棒還是有 你的木棒還是 還是有問題的木棒 這競爭公平嗎 對不對 那類似這樣的狀況底下 你必須 我們 國家在這個經濟場域中 他對於這個領域內的人 富有維護 他的經濟安全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任務 所以 他 不需要去負擔這個國家境內 這個企業賺錢與否的問題 賺錢與否應該是企業自己去封捨的問題 可是 他要避免是 這些企業遭到惡意的敵意的 或突如其來的 或甚至像這種 類似像天災地變等等這樣的風險 我們今天在這個風險社會中 所面臨的不正常風險的管控和調控 和規避和風險規避等等 這實在是國家的任務 國家的任務不是當一個 如果我們用球場來比喻 國家要保護一個威國的經濟發展 不是說在國家隊打輸的時候 跳下來幫國家隊 國家要扮演的是 我要讓這個公平市場中 我讓他公平競爭 讓競爭可以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或是說一個健康的結果 所以國家要扮演的是什麼 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 扮演的是球場維護人的角色 球場不應該碰碰碰碰碰的 對不對 以至於無法正常發揮啊 對不對 那國家要做的是這個東西 確保比賽是公平競爭的 對不對 所以我是 我是裁判 同時我也是什麼 我也是一個 我也是一個 入戲的觀眾 我要注意看 你這個做法是有問題的 我必須要提出警示 所以在這裡面 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國家的存在 對於有邊界的共同體 不管是地理空間 或那個 或那個心理意識 認知意識上 這個共同體中 它富有任務或富有忠誠 富有保全它健康發展 很純粹的忠誠 所以 它在這個經濟上面 應該要有所作為 不是只有說 經濟 政治歸經濟 到未來 未來 未來我們都死了 對不對 這沒有用 這不是 這不是一個 一個好的方法 也不是一個妥善的方法 所以 我個人 我常常說過 其實我走的路線 其實是比較偏 跟德國那一套的做法 我認為國家還是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國家不是下來當選手 這個要謹守分析 那我們剛剛看到 德國的2030企業戰略這個部分 其實它也有很強烈的設施 對不對 國家始終沒有 在避不得已的時候 它收購 可是它有一個條件 它第一個 它一定是最後手段 第二 它只能暫時性的持有 它最終還是要回歸 回歸過來 它目的是什麼 它要確保 德國保有競爭上的技術優勢 當技術優勢成為 成為人類 人類 或者是這個國家社會 發展的重要的關鍵的時刻 國家沒有權利說 我要在這邊的立場中中立 這個是不健康也不負責任的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就是 這個 從夏令火箭中 從我們看到它的過程中 我們也看 也思考到說 在台灣火企業中 國家的角色應該是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真實版的電航屏 比較輕鬆一點 這個照片中這個大叔 其實就是 夏丁的火箭中 他拿來做 就是說 就是說他的人物的原型 人物原型就是他 那這位先生叫做 直松努 努力的努 等會有他的名字 那他是 他非常傳奇的原因是 他的公司是一個只有二十人的公司 在北海道 而且他真的是做火箭的 他真的是做火箭的 他的經歷跟變宗人物都很像 這是他和他的火箭 直松努 然後呢 他非常有趣喔 他 他有兩本書 在台灣有出版的 一個叫做 《挑戰不可能》 那 比NASA還要 接近太空的那個小鎮工廠 你知道為什麼要講這個話 這不是他大話 你知道他這個只有二十人的工廠 可是他 有全世界只有三個 三個所謂那個 無重力實驗塔 一個在NASA 一個在德國 另外一個就在這家公司 只有二十人的公司 他有這個東西 他自己投資弄的 而且他的事情 甚至驚動NASA NASA還來參觀他的公司 然後他另外一本書就是 《從玩紙飛機到上太空之中的故事》 這本 這本 《夢想教士》 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講他的故事 他從小去 他就是 看 他最早 最早會對火箭有興趣 是因為看那個登月 登月的轉播 他跟阿公看登月的轉播 他就開始對火箭很有興趣 然後後來 他最 他開始走進這個領域 是因為他小時候看了一本書 就是 就是教你怎麼摺紙飛機 可以飛得又遠又那個 又直又圓 又好的那個 所以他為了 看著這本書 他摺出了紙飛機 真的飛得又圓 第一次他可以 在那個 在那個體育館裡面 從體育團 這一頭一丟 可以飛到 紙飛機飛到 那個 體育館的另外一頭 而且 在室外丟的時候 直接 紙飛機直接飛飛 飛到 飛到學校外面 都看不到了 所以同學都嚇了一跳 說 你怎麼那麼會 會丟紙飛機啊 所以大家就開始圍著他 圍著他 從此他就覺得 這個東西真的太有趣了 所以他自己開始非常認真的念書 就念這個有關的 渴望 那個小時候 他是先把那個什麼 那個紙飛機有關的公式 全部背起來 那個數學公式啊 流體力學的公式都背起來 後來他就是開始自修 這方面的東西 可是他 這個東西其實很不討好 因為都被老師 家長和老師罵說 這個考試又不考 還沒回去念書 所以他 可是他還是繼續沉醉在這裡面 所以他國中之後呢 據說他就變成那個 變成了那種 考試不及格大王 因為 反正考試都不會考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都不行啊 所以他成績很差 非常非常爛 那等到那個 他們的就業輔導的時候 老師問他說 你想要幹什麼 他說我想要做火箭 他老師直接跟他吐槽他一群 你成績那麼差不可能 他說你想要做火箭 那你至少得考到東大 你的程度 你那種程度 你絕對不可能 結果他後來驚覺說 這樣不行 所以他只知道 最後一刻的時候 他就開始 才開始拼命念書 拼了命最後考上一首 國立大學的後端班 叫北建 北建國立大學 北方的北建 看見的建 北建工業大學 結果他進去 進去之後 他成績突然變好了 為什麼 因為裡面考的 因為他 他以前老是說 那些沒有用的科目 在大學中都變成專業科目 因為那些專業科目是什麼 物理學 流體力學 空氣力學 對他來講 這他早就會了 他以前就會了 所以他在學校裡面的成績都突飛猛進 結果就變得非常好 然後畢業後就如願以償 就到明谷屋的航空產業 就航太事業裡面去做 從飛機啊 特機啊 軍機啊 到太空船他都參與設計 他做得很開心 本來做得很開心 可是呢 大概做了五六年之後 大概就 就 他因為一方面就是 他的同事對這個沒有興趣了 而且他也覺得 因為公司為了獲利盈利 這種的觀念底下 就這些工作變得不有趣了 他就覺得 開始動力變得不有趣了 然後 然後這個時候也因為他家裡需要 就是說要有人成績家業 所以他就 毅然居然辭職 然後就回到北海道 北海道 所以夏天火箭 他就真的比 夏天火箭更傳奇 你看 他真的是在北海道耶 工廠在北海道 而且那個工廠本來只有兩個人 他爸爸只有兩個員工 那工資連連虧損 所以他花了六年的時間 轉虧為盈 轉虧為盈之後 他遇到了一個教授 就是北海道大學的一個教授 跟他一樣喜歡做火箭 結果他們兩個人相談甚歡 他就馬上把工廠 改成了火箭工廠 生產火箭的工廠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 為了夢想 你會發現 這個裡面就是 阿布寬演的電航瓶 裡面完全幾乎很像 只是他比電航瓶 電航瓶 畢竟是精英大學畢業的 偏中他影射他是輕應畢業 然後是那種 本來就是很優秀的 而且還在日本宇宙開發機構工作 他只是在航台企業工作 但是這位直鬆 直鬆努很厲害 就是他為了這個事情 也有人要贊助他 其實曾經有人要拿拔蚁 贊助他 可是他覺得 他覺得好像被人家贊助 到時候就被人家幫手幫腳 很多事情就不能自由 不能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毅然截然地 玩具他自己公司去賺錢 然後再製作他的開發計畫 然後他後來也成功開發火箭 中間發生了很多過程 就跟片中一樣 但是他也是一樣 他跟片中的主角一樣 不罵人 他第一次火箭是射的時候 火箭一點燃 沒有飛上去 反而是爆炸 直接就爆炸了 然後他擋旁邊的員工 臉色鐵青 想說慘了 老闆一定會罵人 然後說怎麼搞這樣 他沒有 他反而是問他 奇怪 為什麼會爆炸 我們來找原因 他是相當溫暖 也相當就是說 真的是熱愛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後來 他自己也自費投資 我們剛剛講的 吳宗麗塔 吳宗麗塔是他自己投資的 所以連NASA都很好奇 你居然有這種設備 這全世界只有三個 然後他後來 但後來他取得成功 包括 他火箭順利發射 而且他那些產品都賣得很好 他本身公司擴張到二十個人的規模 從兩個人變二十個人 而且公司是賺錢的 那他的故事後來在日本的TED 他是日本的TED的固定 白海道那邊的固定 就是續船那邊的固定的演講者 看一下他有一些名言 我說這個比較個人 比較輕鬆 比較個人的 就是說太空開發 背後有更重大的意義 就是要反正不可能 就是要讓反正不可能 這句話消失 他把這句話弄成消失 第二個呢 面對多數人都選擇放棄的夢想 如果我能大聲說出 不是這樣的 並且付出實現 應該能號召其他人 不放棄追求夢想吧 這是他的態度 那第三個是說 成功最重要的秘訣 就是要做到成功為止 然後只要成功 先前無論吃了多少苦 歷經了多少心酸 都能一笑自知 所以你看很唯一之論 然後 第四個是說 我們雖然是二十人左右的小工廠 在挑戰心態上 卻比NASA更接近太空 就是那個說明 比NASA更接近太空的小鎮工廠 書明就是這句話 好 那我們不能教育孩子輕易放棄 才不會奪走孩子面對挑戰的武器 這是他的部分 然後還有 他說 媽呀 簡直不是人幹的工作 一旦門生這種想法 商機就出現了 然後再來是 可能行不通 和說不定會成功的幾率是一樣的 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 能認為說不定會成功 然後再來是 人生到最後獲勝的人是 做了多少 而不是拿了多少 對他來講是這樣 那 百分之百做得到的事 不是夢想 而是目前沒有盡全力完成的事而已 這也是他的立場 再來第十個就是 要秉持樂在其中的人生哲學 不要光想者樂得輕鬆 這個人很有趣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他 也就是說其實 《慈禎忽論》在寫這個書的時候 日本的社會其實已經有很多這樣的人 他並不是憑空去創造一個人物 這也講到說台灣的戲劇有時候 為什麼不好看 就是誇張嘛 你跟現實脫節嘛 但是一旦你跟現實 無限靠近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就開始好看起來了 還有很多好的片子 其實都是這樣子 那 當然台灣的社會 也欠缺就像他這樣的 自己直接動手 還追逐夢想的人 因為可能台灣 我們畢竟是一個年幼的國家 然後 也有苦難的過去 苦難的過去中 其實做夢是奢侈的 甚至是危險的 那 日本畢竟有過一段成平 相當長的成平的時間裡面 做夢不但是安全的 也是被鼓勵的 夢想也是被鼓勵的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政治的原因是 我們希望讓做夢 至少是安全的 是被鼓勵的 這個社會能靠近一點 然後使做夢是不切實際的 或做夢是危險的 有害的這樣的社會 離我們遠一點 我想無非就是這樣吧 我想如果從 如果我們 如果也要來感性一下 文青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講 我對這個子孫奴的感受 但是我對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在看日劇的時候 我會有不同的思考 就是說看到的 看到的部分是 我會比較從結構性 從政治經濟 透過歷史的脈絡 和比較的脈絡來看 這裡面比較更具意義的事情 所以也許跟大家看到的 夏天龍火界不一樣 這裡面沒有太多 太多那個 我的報告裡面 或是我的分享裡面 沒有太多阿牧桓多帥 塗風太多可愛 這種事情 好 請大家在片中自行欣賞就可以了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那個 我們不用爭執說 那個是誰的老婆的問題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我們至少可以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在背後有一些 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 和我們可以行動的地方 那 大概是 大概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就是 夏天龍火界 對我的啟發的意義 大概是將我 在前一次和這一次 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謝謝大家 提問 可以提問 對 提問時間 提問時間 我順便喝東西 都可以問 好 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德國 那個 他們最先立法就是說 要保護自己的企業併購 對 我想說台灣有沒有類似 因為 我還記得兩年前吧 嗯 大概是兩年前 就是台灣那個細品案 對 紫光集團 紫光要來併購 那後來 因為 我不太確定說 政府協調關係 所以讓日月光 跟其他的廠家 就是把 不想是核資 還是出資 把這個細品併購下來 不讓紫光 清華紫光拿去 我想說是不是在台灣 也有類似 還是說台灣沒有這個機制 只是 他去協調日月光 或其他的把這個 這個問題有點像 所以對 你講完嗎 那我要延伸 就是說 如果是 那個 自由的經濟 經濟市場 那一般就是 那個什麼市場經濟 然後就是 一般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是什麼 白旗市來救 就是 之前說 政府去協調 白旗市 企業集團出來救 那現在問題到 問題來了 就是一個大問題說 到底中國怎麼會 能夠膨脹到 去少人這樣的企業 這些事情 那個經濟規模 那個錢是怎麼樣 那些東西 因為以前 大家都知道我們以前 可能都印象中 都是美國在幹這個事情 可能歐洲哪邊 比較大的那個金融集團 在幹這個事情 但是為什麼現在 是中國在幹這個事情 或是說 中國是不是結合 這些金融集團 在做這些事情 那因為這些顏色 因為就是 去少人家的企業這樣 好 那我兩個一併回答吧 因為是兩個 我們還可以進行多輪 第一個就是說 維林問說 這個到底 我們有沒有對這樣子 防止併購 惡意收購 尤其境外的惡意收購 我們也沒有機制 其實 嚴格來講 應該有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叫投審會 你投資審議委員會 你要來買的時候 會做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的問題在於說 第一個 投審會的審核機制裡面 它主要還是跟財務有關 當然它會徵詢工房部 比如說像 之前我們知道像象星 它本來想要 想要收購一些東西 要投資的時候 其實它被擋住 那投審會後來以六大理由 就反駁 但其實它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國安 國安它 它徵詢的當然就是國防部 因為它發現這家企業本身 本來就是替中國在收購 收購通訊科技的 通訊技術的公司 一旦在台灣上這樣 就是說投資 可能搞不好 會在台灣做這種事情 所以它以國安理由來做抵禦 有 台灣有 可是某種程度來講是很被動 這被動就是說 我要來 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只能審核 可是我如果說好 我手法比較 如果像剛剛我舉的例子 像新的例子 我手法再更細緻一點 我繞 繞進一次 或是繞進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過來 比如說我用 其實像上次就差一點出了事 就是南海集團 對不對 余坪海要買雙子星的時候 對不對 他說沒有啊 我不是外 我不是中資啊 我是港資啊 對不對 甚至他也繞了一圈 變成什麼 馬來西亞 他的另外一個馬頓集團 跟他的一起 他們是兩個一起喔 一起來 馬頓集團是馬來西亞啊 對不對 馬來西亞啊 這還不 連什麼那個 那個什麼免稅港都不是喔 也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圍巾群島 馬來西亞正常國家啊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直接往下吹去 就發現不太對 越來越不對 對不對 余坪海是唯一一個 在境外 不管港資也好 或外資也好 可以在中國有什麼 有傳播事業的單位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然後他的本體企業是什麼 多維 多維總部在哪裡 在北京 對不對 那這個就有點怪怪的喔 這是港資嗎 真港資嗎 好 馬頓集團 馬頓集團叫做 馬頓集團是在馬來西亞沒錯 可是馬頓集團的資金出資者 本身涉及一馬案 馬來西亞最大的弊案 一馬案 導致他們之前 他們的執政黨 第一次輪地就是因為這個 因為一馬案 一馬基金案裡面 他們的貪污的事情 據說他就跟這裡面的人 關係匪淺 那這個馬頓集團 難道沒問題嗎 然後再進一步查 這個老闆呢 跟誰很好 他的哥們叫做王健林 還有誰 馬化騰 那你覺得呢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們就是對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的保障機制 第一個就是說 進一步的積查 我們欠缺整合 就我們是由投審會才做的 然後諮詢國防部 我們可不可能有 就有國家的力量 就是說比如說 有專門針對經濟安全的 偵測單位 或者是 這是最好的理想 像美國有嗎 美國在 美國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商務部有一個叫做 那個經濟安全局 說寫叫BIS 就是那個 那個 Industry Security Bureau 那個 Bureau of Industry of Security 就這個 這個單位專門做 我們知道之前 中興通訊的禁售 它違反 違反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經運條約 經運條款 經運條約 然後 然後後來 後來被美國幾次抓到 好 這個是誰在主導 就BIS 就是我們在講 那個就是說工業安全局 好 包括華為 也是BIS提出警告 我們能不能有這樣的機制 他們也有 美中 美中那個什麼 美中經濟審議委員會 他們也有一個 針對這個 這個科技 中國來收購這些公司 中國來這邊投資 會不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好 這部分他們有這樣的機制 那我們相對來講 他們是動用整個國家的機制 那裡面包括什麼 除了這個商務部的單位以外 甚至他們會動用什麼 警示單位 比如說FBI 好 甚至CIA有沒有提供 恐怖也有提供 可是我們呢 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呢 我們的國安局能不能 我們國安局是對外 我們能不能提供 它在海外的活動 特別是跟中國之間的 流通的資訊 好 甚至發動國安監聽 來監聽這樣的人 不是監聽國民 是監聽這樣的外企 可不可以 我們有沒有法源 好 我們面對經濟間諜 他已經是國家級的對手了 結果你還在把他當作真心車 你還在用真心車對付他 合理嗎 我們要不要爭執 要不要提升這樣的成績 這是我們目前 要不要把經濟間諜 拉到跟軍事間諜 政治間諜 的那個成績一樣來對待 國安局 這樣的成績來對待 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那畢竟是法治國家 所以你要 如果要這樣做 那你要 要有法律 要有法律規定 而且範圍也不能 無邊無際 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白克恐怖 這也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要討論 這部分是欠缺的 然後 卡羅說到是 中國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坦白說跟你說 你說那怎麼會有那麼多錢 中國不是從一個 1902排的國家 為什麼那麼多錢 誰借他錢 就美國 沒錯 你說的對 就是美國 美國的華爾街借他錢 所以你知道這波 美中貿易戰裡面 美國中誰最不希望 美中貿易大戰打下去 就華爾街 誰是 誰是北京說客 在美國的 華盛頓的北京說客是誰 就華爾街 對啊 薛世民 不是 蘇世民 黑石集團的蘇世民 對不對 對啊 事實這樣子 沒有錯 中國今天講的 養那麼大 某種程度來講 美國自己要負責任 美國的金融圈的人 在不斷的借他錢 不斷的借他錢 因為他很好 他是好客戶 有政府做擔保 對不對 對啊 不管他是不是有血汗 有沒有奴役不管 你說的是企業 企業 對 那再加上中國本身來講 好 你要知道社會主義國家 像這種共產主義 或是說福音列寧主義的國家 他相信一件事情 國家一定要掌控 他叫做掌控 就是要掌控經濟收入的制高點 什麼叫做經濟收入的制高點 就是說在經濟行為中的 包括金融 金融還有那個重工業 還有說像現在新的 正在科技產業等等 也就是說經濟生產 經濟或工業生產中的 關鍵產業要控制在國家手上 像重工業是鋼鐵廠 煉鋁廠 軍工廠 造船業 一定要控制在手上 那他們還增加了什麼 他們還增加了什麼 因為面對新的科技 還有他們為了加強社會控制 所以包括什麼 出版業 對不對 網路業 新聞業 也都控制在手上 你要知道中國沒有一家 民間的新聞或報紙 沒有 零 最後一家被關掉了 南方中 早就被關掉了 現在沒有 中國所有的媒體 全部都是官方的 你知道嗎 對啊 他們的出版業也一樣 全部官方可以掌控 然後我們台灣白癡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中國的書 簡體書可以賣過來 台灣的繁體書賣不過去 這就是馬英九簽的 對啊 為什麼 ECFA為什麼被罵 就是原因在這裡 他們的禍進得來 我們的禍出不去 韓國瑜要講清楚是這一點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禍出得去 對不對 你們禍出不去啊 禍出不去是什麼原因 是ECFA你知道嗎 台灣 如果你們那麼喜歡華文 說自己是華文世界的文化保存者的話 那麼你們書賣不過去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電商也不能賣 台灣的那什麼 台灣的博客來可以在中國落地嗎 不行啊 可是台灣他們的什麼 淘寶 對不對 他們的淘寶 他們的那些電商 全部都可以落地到台灣 還可以直接這樣買 我們的為什麼不行 你的ECFA就簽成這個樣子啊 這是我說的 你跟一個不自由的國家 簽自由貿易協定何其荒謬 不是嗎 對啊 從頭到尾 這些國民黨的經濟官僚 從來不跟我們解釋這件事情 你簽出來是什麼東西 你的自貿區是什麼東西 都是我們在對人家開放 他們有對我們開放嗎 然後我們一直批評減稅 減稅到什麼 我跟各位說 大家絕對不會跟我們談 很多國家 不管自由國家 或者說不自由國家 都不會跟我們談什麼 自由貿易協定 FTA絕對不會跟你談 為什麼 你現在的稅率比他們都還要低 我進入你那邊的稅率那麼低 我幹嘛跟你談 我都可以進來 是你過來的那邊 我會跟你磕稅啊 我有利 你不利 我為什麼還要跟你談 我佛心來了 我來講稅 對不對 你把稅砍到這麼低 台灣的平均稅只有12 工業的部分 有些地方 大家知道電子產業是不磕稅的 電子產業的零件 真的是不磕稅的 那是台灣簽了一個 WEO的那個東西 全球都 台灣是簽署過 那你還有多少東西要磕稅 你其他的服務業 如果你再這樣搞下去 服務業其他的製造產業 也都這樣搞下去的話 你簽那個FTA這樣搞下去的話 他們的稅可沒有砍 是你自己在砍 我們是說工具機產業 他們就關鍵 台灣都不開放 都不開放啊 他都不開放啊 那你請問一下 你說要簽這個東西 急著要簽 不知道什麼意思 完全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對啊 這還是問題嘛 所以 所以今天 在中國為什麼崛起 崛起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 中國自己本身也有意識的 會控制這個部分 要拉抬自己的經濟 或者說佔有產業的優勢部分 這是他盡責的部分 他應該做的 對自己的國家這樣做沒有錯 另外一部分是什麼 自由世界裡面 有太多的國家 對中國抱有幻想 因為什麼 他想說 就像當年那個可可可樂 公司的老闆講的 他說 他們有十億人 一人喝我 一人一天吃我 喝我一瓶可可可樂 我就鑽死了 然後呢 人家又哇哈哈的 把你看出去啦 人家幹嘛喝你可可可樂 人家我喝哇哈哈就好了 對不對 對啊這就是天真嘛 他們說天真的非常適敵啊 某種程度來講 這些商人非常天真 然後沒關係 你為了要進入他的市場 我給你技術 我想要用市場換技術 可以 給你技術 高鐵 中國的新四大發明中的高鐵怎麼來的 就這麼來的 2000年前中國是沒有高鐵這種東西的 7年後 2006年中國的高鐵開始輸出 開始跟 開始跟 跟包括西門子 包括 包括新幹線 包括 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 法國的阿爾斯通 包括那個 龐巴提 龐巴提現在不見了 加拿大搶龐巴提 我根本就快已經不相信 被中國買掉了 對啊 跟你競爭啊 競爭到最後你結果結果 然後你 然後你沒有看到 他們出來的和諧號 長得跟一切都像 因為你自己說像不像 根本一個模子 都是喝出來的 對不對 要不然就像什麼 像新幹線 對不對 對啊 那 市場換技術啊 你都以為 人家會給你開放市場 開放了半天 有沒有進去 沒進去嘛 他的公司 他最後把十幾家的 幾十家的 那個做火車的企業 整合成全中國 只有一家叫中車集團 以前他們還有南北車 南車集團 還有北車集團 然後各負責收購不同的系統 日本的系統就是南車集團在收購的 然後再合併的 再接觸的 即轉的 然後北車集團就是哪裡 就可能是德國的 或者是法國的 現在全部都一家 天下歸一筒 全部都一個 中車集團 然後他中車集團 現在開始工程略力 他用極便宜的價格 反正抄你的東西 還不簡單 對不對 來賣 來跟你搶那個高鐵市場 對啊 天真啊 天真啊 沒錯啊 現在才後悔啊 西門子還算厲害的 西門子還算是有把機密 盡量守住的 但是西門子也一樣白癡啊 為什麼 第一次 第一輪談判的時候 西門子 他們要進入那個 就是那個招標那個高鐵的時候 西門子沒有談成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 他們的談判團體很厲害 知道這個問題 你的即轉這個東西 到最後西門子會 會 所有的技術都會喪失 所以他不願意跟他談 所以中國也 當時的中國有鐵繞鋪嘛 鐵繞鋪就最後公布得標裡面 名單中居然沒有西門子 讓當時 西門子說 開什麼玩笑 要我技術最好的高鐵 結果你沒有讓我得到 結果你知道西門子的反應是什麼 開除這個談判團隊 換了另外一個團隊 三個月後就談成了 那你就知道那個團隊做了什麼事情 什麼都答應 所以你如果公司高層 或是說你的 乃至於這個國家 沒有對自己的技術 產業有愛惜 有保護的決心 只為了短暫的眼前利益 或是說虛無飄渺的那種 進入市場的利益 就出賣掉自己的 把自己的技術移轉 或移轉給別人 或是說賣給別人 或授權給別人 最後的下場就是這樣子 大家聽了這一段 你就理解了 為什麼在夏丁的火箭中 電堂瓶選擇的是第三條路 我不是授權 我也不是把它賣斷 我要成為一個供應商 我技術要我自己的 我不可以給人家的 你授權 你授權拿回去 你看高低的固執裡面也有嘛 我幫你做一點點 你就幫我改一改 就中間 然後取消 給你說的 本來講得很好聽 你先做這個小的 未來我們有大的合作機會 等到你幫我做出那個原型後 他把你拿來抄走 然後自己改一改 開發團隊把你趕走 自己搶那個大市場 不是嗎 世人企業都會這樣 你覺得國家不會這樣搞 中國就是擺明這樣搞 可是你就看到世界各國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金融圈的經濟圈的精英分子 就犯這麼愚蠢的處理 那是為說他在全世界 就是台灣而已 對全世界都這樣 對台灣只是更好多 台灣就更好笑你知道嗎 他還用虛妄的民族主義去動言你 建設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 很多人就去了 你很多台商是這樣去的 對啊 有多虛無飄渺你就知道了 現在有的人台商都變台流啊 對啊 市里蘭卡要收回租給中國 對啊 你看他要收回 你說收回就收回喔 如果中共收回 我要跟你打一仗 市里蘭卡怎麼辦 對啊 拿步槍跟他打嗎 對啊 換了政權 才醒過來啊 澳洲也一樣 那個什麼達爾文港 租給中國的時候 他們換了政府他們說 我們到底做什麼蠢事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把港全部給人家 對啊 一樣啊 人的貪婪 只看到眼前利益 沒有看到整個戰 你沒有戰略觀的時候 下港就這樣 這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只是台灣的 台灣人犯的情形更嚴重而已 台灣人更貪小力啊 坦白說 台灣人更貪小力啊 捧一下 給你爽一下 你就忘記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覺得自己最聰明都不會 都想說 他被騙都是自己笨啊 自己太什麼樣子 都不知道你就下一個 或是你已經在裡面 他不知道 就算是首部也是會被掐住 是啊 是啊 你看電子五個裡面 郭台銘覺得自己最厲害啊 結果跑不掉就是他 一樣啊 都覺得自己最厲害啊 非常天真啊 非常台灣人都太天真了 為什麼 不關心政治 我必須這樣講 不關心政治 他們就用自己的 自己在公司 坦白說 郭台銘根本就不懂政治啊 為什麼 因為他在公司裡面 他是霸王嘛 所以沒有政治幕僚啊 沒有人敢跟他講真話啊 誰敢講啊 講就開除啊 不是嗎 可是政治是能這樣搞嗎 不行啊 對不對 現在變中國虧了 中國叫他去 對 日本的誰誰誰 他還是要出錢 對啊 對啊 你叫你去用大西北沙漠中蓋場 你要不要去 還是得去啊 等一下就開玩笑說 如果叫他去新疆蓋場 他也得去啊 連湖南黃土高原上 他都可以蓋起來 對啊 叫他去蓋他就蓋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這個就是 為什麼說天真嘛 你要必須對這些理解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還可以試一下 再交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